视频前的你 平头哥就像老大一样 见神杀神见佛杀佛 据说平头哥还有一个名言 叫做哥不是在打架的过程中 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 反正就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所以说赋予密欢平头哥这个称号 是名副其实的 在非洲草原上就有四只小狮子 想要来调戏一下一只凶猛的平头哥 平头哥岂是你一般人能惹的 这不还没弄几下 四只小狮子就被平头哥给反欺负了 平头哥挥着自己有力的毒爪子 把四只小狮子吓得急急外退 至于墨碑一旁的大狮子给看到了 这下平头哥可完蛋了 大狮子准备过来替小狮子们报仇 平头哥见形势不对劲 立马准备离开 有网友认为好打的平头哥 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跑了 而是因为他的狮子太大了 怕吃不完 准备去多叫几个同伴一起来享用 结果还没有跑来 可怜的平头哥就被狮子一口叼住了 来回的甩着他 一般来说狮子是不会去吃平头哥的肉的 也不知道被狮子叼住的平头哥 最后的下场是被咬死扔掉 还是成为狮子口中的美味佳肴 很多人有疑问 为什么平头哥会这么不知死活的去挑衅狮子的权威 原因很简单 不都说了平头哥不畏惧自身的死亡 不服就干嘛 所以除了自己以外的动物 在他眼中都只不过是一坨肉而已 哪会管你个头大还是小呢 你们说平头哥这是勇猛顽强 还是傻到家的二分子呢 以小编来看 平头哥就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家伙 谢谢大家